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题目是 人的命天注定 查克·温迪格说 人的一生要经历什么都是有定数的 上天对我们的命运早就做了安排 人生过半回头看看却是如此 曾经失去的也没有那么糟糕 那些得到的比预料中更加美好 看看如今我们拥有的 好像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有句话说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生命中很多东西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命里有的跑不掉 命里没有求不来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富豪带家人去海边游玩 带了一项珠宝当盘缠 他雇了一些水手帮忙搬东西 在抬箱子的时候 不小心把箱子摔了 掉出一些珠宝 上船后 这位水手告诉了船上的所有水手 水手们起了歹意 想要杀掉富豪全家 夺取那项珠宝 而这些计划 正好被富豪的儿子 一字不差地听到 于是立即告诉家人这个噩耗 妻子说 肯定要保住珠宝 不然我们怎么回家 儿子说肯定要保住我们的命啊 珠宝有什么重要的 女儿说两样都要 没命无福享受珠宝 没珠宝也回不了家 全家人争论不已 这时富豪想了个办法 他身上放了两件小珠宝 然后装作和家人吵架 把那一箱的珠宝倒进大海里 水手们见此情景十分着急 还有几个人想跳入大海打捞 可迫于水身放弃 最后富豪一家人安全到达小岛 如果富豪一家选择珠宝 他们就会失去性命 人生就是一边得到 一边失去的过程 有句话说 德之我性 实之我命 得到是我的荣幸 得不到是我的命运 有得必有失 一切都是生命的必然 在选择舍与得时 人们都会选择得 却忽略了需要付出的代价 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面对德与失 争来争去 伤心费力 到头来也是一场空 既然如此 那不如坦然面对德与失 让自己活得更自在一些 二 缘分天注定 强求什么呢 佛说 人生有因果轮回 缘分皆是命中注定 在人生路上 无论你遇见谁 都是你要遇见的人 擦肩而过的人 也是冥冥之中注定的 村上春树说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 迷失的人迷失了 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缘起缘灭 都是命中注定的 有缘的人千里来相会 就像牛郎和织女一样 天和地的距离 缘分却让两人相遇相恋 纵使王母的阻拦 也不能斩断他们的缘分 无缘的人眼前不相知 就像贾宝玉和林黛玉 有三世情缘 却迫于家族的压力 去了薛宝钗 而强求的缘分 让他们过得并不幸福 终身物就是贾宝玉 对他们之间婚姻的叙述 都倒是金玉良缘 俺只念木石前蒙 空对着山中高市 金银雪 终不忘世外先淑 寂寞林 探人间美中不足 金方信 纵然是举案其媒 到底亦难平 贾宝玉只心心念念 和林黛玉的牧师之缘 即使和薛宝钗在一起 也是亦难平 有时候过度的执着 是对自己的一种折磨 强求缘分 让那些该离开的人留下 只会让彼此难受 山一城 水一城 人生旅途 每一城都有人上下车 缘分来了便有了相聚 缘分去了便有了相离 缘分是强求不来的 让它顺其自然是最好的方式 相伴时间长 那是前世缘未尽 相伴时间短 那是今生无相欠 好好珍惜眼前的缘分 遇见和离别 都是命中注定 在离别时 不亏欠 不辜负 便是对彼此感情的最好交代 三 命数天注定 愁什么呢 念秋说 月在该缘之时 还是要缘的 该亏了 谁也阻挡不了 顺其自然了 便是自然人生 人生也是如此 谁也无法预料和阻挡 要发生的事情 人的命数天注定 今日不知明日是 愁什么呢 在老家 有个陈阿姨 过五十岁生日后 生了一场病 从那以后 她整天担心这担心那的 家人买的菜 她说不能吃 吃了容易生病 外出坐汽车 她说自己年纪大 容易骨折 她还经常和子女 说自己生病 可是每次检查结果 都显示她很健康 可她依旧很忧愁 每天都过得不开心 直到有一天 她参加酒席 遇到隔壁村的 百岁老人 她问老人 有什么长寿秘诀 百岁老人笑着说 哪有什么秘诀 别人不告诉我 一百多岁 都忘记自己几岁了 我每天该吃喝就吃喝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能活多久 老天自有定数 我每一天都过开心 才是我的事情 陈阿姨听完后 整个人豁然开朗 上次回家见到她 还在开心地跳广场舞 很多时候 人们当下忧愁的事情 都是一些 并未发生的事情 想的太多 就是给自己添赌 谁都不能未卜先知 以后要发生什么 无从知晓 赫尔曼黑赛说 人世间的事 还是顺其自然吧 有时不经意间 反而得罪心愿 诸如幸运的降临 愿望的实现 和生活的称心如意等等 皆奈自然随缘的结果 学会淡然 也是人生历练的重要一刻 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过得怎样 活到什么时候 一切交给命运 开心充实有限的生命 会比痛苦空虚无限的生命 更有意义 人的命天注定 所以不用抱怨命运的不公 要相信 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一切都是最好的相遇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属于你的永远都在 不属于你的也留不住 有句话说 凡事到最后 必将皆大欢喜 如果没有 那就是还没到最后 人生尽力而为就好 待人做到问心无愧就好 一切得失俱散 坦然处之就好